黄晓明讲心新剧杀青,搂抱安慰哭泣小女孩,称其为闺女太不舍。 近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出黄晓明新剧杀青现场的视频。 画面中的黄晓明紧紧地抱着杀青的小女孩,小女孩也在黄晓明的怀里哭,手里还抱着鲜花。 随后,讲心也紧紧地抱着小演员,表情里面近视不舍。 此前,黄晓明在参加某个综艺节目时,就在节目中自曝自己很喜欢女儿,还说自己很有女儿缘,一些小女孩都很喜欢在他身边撒娇。 从之前视频看得出来,是真的。 黄晓明和Angela Baby结婚后一年在香港诞下一子,小明为小海眠。 黄晓明也就正式升级为爸爸,但还是没有圆了他的女儿梦。 在今年,黄晓明和Angela Baby官宣离婚,两人的感情也就正式结束了。 但黄晓明对待感情一直很豁达,拿得起放得下,在和妻子离婚之后,全身心地投入工作,过年都没有给自己放假,一直在剧组拍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